就走過這條路 那時候是追尋著一個外國探險家 在一百多年前就曾經跟一個台灣族的首領潘溫姐一起走過 然後我也又跟著一個恆春之縣周永基縣長 當時的稱之為縣長也探探過這條路 三十年前跟我今年的一月去走的時候 內容完全沒有變化 也就是說你想想看台灣還有哪一條海岸 是沒有變化的幾乎都變了 台灣五公里一個小漁港 全台灣到處都環繞的是小波塊 這個都是世界級紀錄 我是建議馬總統跟行政院長 能不能也跟我們一樣去走一下阿朗伊古道 躺在那個石頭上面閉上眼睛 聽那個水海浪的水流過那個南田黃石的聲音 再退回去的那種聲音 或者走到中途的一個小溪徑 走進去那個溪徑裡面走到那個森林裡面 感受一下上游沒有工廠完全是森林的小溪球流出來的水 公路局一直在強調 那條公路路建起來 兩邊速度往來會非常快 會帶來很多的經濟的產值 我想問一下 沒有這條路產值會不會更多 你看看阿朗伊古道 當大家聽說要消滅的時候 要消失的時候 這幾個月來 多少人有到那邊去 那才是真正的產值 那才是真正的 我們需要的節能減碳慢火的地方 我們已經沒有這樣的地方了 這是最後一個可以呼吸的 呼吸的海岸的地方 一個出口 這是我個人非常希望的是 我們的總統 就好像賀老師提到的 中華民國一百元 能不能做一個 讓我們感動的事情是 讓一條路消失掉 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唯一的出口 謝謝